那近來我們的確診案件 也都漸漸的平靜 那怎麼樣恢復正常的生活 又能夠例行我們防疫的新生活 那這樣我們的生活 當然就會越來越安全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 試試看 今天最主要是來吃滷肉飯嘛 那看看就是說我們餐廳 這樣開放之後 有相關的一些準備 那是不是足夠 讓大家能夠安心的飲食飲食 那進來我們的確診案件 也都漸漸的平靜 那怎麼樣恢復正常的生活 又能夠例行我們防疫的新生活 那這樣我們的生活 當然就會越來越安全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邊試試看